复兴的杨青和迎口的王永玲在辽宁好人最美女性评选中脱颖而出 他们以经过不让须眉的昂扬斗志积极投身到事业中 充分展示新时代女性风采 杨青是复兴市团义网重创空间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从去年4月开始 他带领团队在电商基地开展直播和电商培训 培训人数达4000余人次 通过直播很多人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杨青自幼因脊椎发育变形导致严重身体发育障碍 但这并不妨碍他活出精彩 2007年在北京治疗期间 他开了一家骑士馆 把复兴马脑带到北京销售 2015年6月在大连创建团义网 如今杨青又策划了把爱传递公益培训项目 反哺他深爱的家乡 银口市博爱救援救助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理事长王永龄 一大早和志愿者们来到银口市养老院 开展消杀防疫工作 无论是疫情期间 还是如今常态化防控 王永龄和他的志愿者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护卫着城市的安全和市民的健康 王永龄从事志愿服务21年来 累计服务时长5万小时 他还帮助山区特困家庭200余户 孤儿40余名 留守儿童300余人 留守妇女50余人 个人捐赠款务 折合人民币80余万元 2015年 王永龄个人出资 在大石桥市黄牙口村建立了手工合作社 教授妇女制作东北布老虎记忆 在银口市妇联的帮助下 2018年 布老虎项目成功入驻辽宁金国扶贫馆馆 我们在未来的路上 其实还要去更加的努力 用知己去带动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来 本台综合报道